I could never let me go Ou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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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猶有多个 rewards, Stamp!! 有超過, 人恩人被生失敗, 偷棄人們看到。 風雪啊滾滾, 四季啊清晨, 居然總要尋, 只有一半情緒, 有一半怪, 至少夢有愛。 我那青春之名, 你有自己我之生。 誰也不知人間, 我少不擁抱, 我不想歡樂一回。 不成兩萬塊, 事實啊清晨, 居然總要尋, 有一半情緒, 有一半斷, 至少夢有愛。 我那青春不明天, 你有自己我之生。 誰也不知人間, 多少個勇強, 我不想歡樂一回。 誰也不知人間, 多少個勇強, 我不想歡樂一回。 這三個你帶著孫子跳得特別好。 有個孫子。 孫子, 兩個孫子一個孫子。 這是我的三胞胎孩子。 啊? 是您自己的孩子啊? 當然, 孩子三胞胎剛剛過了七歲的生日, 而且是跟我一天生的。 你五十歲生了個三胞胎啊? 對, 他們七個月零五天出生的。 啊, 還有點早餐啊。 在我那會兒七個月零五天, 我堅持不了了。 後來醫生說沒辦法。 然後說可能就一個能活, 兩個活不了。 然後為了搶救我。 誰是老大, 老二, 老三? 大家好, 我叫蘇一軒, 您叫大寶。 大寶。 大家好, 我叫蘇一軒, 您叫二寶。 二寶。 大家好, 我今年七歲了, 我大名叫蘇一涵, 小名叫毛豆。 毛豆, 大寶, 二寶, 毛豆。 對。 哇, 五十歲沒有這麼多勇氣啊。 當然, 因為我很愛我的老公。 一定的, 如果是五十歲了以後, 還為了這三胎。 是二胎, 我的老大是二十九歲了。 那幹嘛隔了這麼多年才生這個三胞胎啊? 因為我在2001年離婚, 嗯, 包括我的事業破產, 我租地下室。 然後呢, 我的一個手下, 嗯, 在那個時候出現在我的生活裡。 跟我一起租地下室。 後來他就是為你老公那樣? 嗯, 他比我小十九歲。 哇, 這故事越聽越奇特了。 啊, 說得很平靜啊。 對呀。 這故事太刺激了。 哎呦了。 現在的生活動作是怎麼樣的? 非常好。 又回到事業的高峰。 嗯, 嗯, 自從他的出現, 我們從地下室歷經三四年的時間, 從零開始, 又成為我們這個行業的老大。 所以他們從地下室就搬到頂樓了。 哦, 厲害, 厲害。 搬到北京的金融街, 有好幾套房子。 很厲害哦。 短短幾年時間, 因為有了愛情, 有了家庭的支持, 你們又過上了, 比原來更好的生活。 比原來可能強三到五倍吧。 你是什麼行業的? 能夠。 我做健康行業, 我是做全國醫藥保健局的總代理的。 孩子都來了, 老公不可能藏在家裡啊。 他也來了。 我太想見你了。 好, 桑英老師好。 各位現場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很和諧的一家人, 我覺得。 我本來覺得, 哎呦, 差二十歲。 我一看, 就是想像當中啊, 會有點反差。 沒有沒有, 小叔很成熟。 謝謝謝謝。 他可能成熟於他的年齡。 當時你是一個非常成熟的, 有很多閱歷。 但當時小叔你二十一歲呀, 大學剛畢業。 理解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 是這樣, 因為剛大學畢業嘛, 肯定是需要想出去創業, 然後或者自己出去見見世面嘛。 然後就面試到他們公司。 因為當時第一次面試的時候呢, 他也是談天說地的, 給我們講一些他曾經創業的一些經歷。 好多人生的這種哲學等等。 作為一個剛剛畢業的這個, 比較萌弄的一個男孩子來講。 還是比較想想崇拜的啊。 慢慢的就有這種崇拜。 再加上公司曾經在創業的過程中, 出現了很多次這種起伏。 那麼他在這種關鍵的時候的這種, 這種公司事件的這種處理。 但是還是慢慢的就讓你更加的去被這個頂倒啊。 或者一個女人佩服了。 那就一來二往, 就走往幾天。 就敗倒了這個強女人的十六群下了。 對對對。 是吧。 但是他冒,咱們說冒著生命危險啊。 五十歲也是高齡啊。 慘婦。 為你生了這麼三個漂亮的兒女。 這個愛哦,可不是, 這是你實際形容告訴我多愛你呢。 是。 是吧。 因為當時我們倆走在一起也特別的不容易。 因為確實是有個年齡的因素。 然後雙方家庭的一個有一些爭取。 尤其是我們家不同意。 你們家不同意啊。 我以為南方家會不同意。 都不是太理想了。 我覺得你們家不同意為能力。 他們家可能反響會更大吧。 他媽媽挺喜歡我的。 他爸爸有點不同意。 那現在在一起應該從01年開始到現在。 十五年了。 十五年了。 有遺憾嗎? 還是說日子越過越美。 應該很美。 現在不是越過越美。 看這三個寶貝啊。 而且我們還像初戀般的感覺吧。 關鍵你的少女心保持得特別好。 對。 因為我覺得我跟她分開三天或者四天還會想。 所以我覺得你們倆現在站在這個舞台上, 給很多的有成就的女士, 也好,就大齡聖女們, 不要在意年齡的問題。 回頭看看, 只要看到你所喜歡的男性的話, 把你的情感表達出去。 對。 即使是一無所有, 只要她人好靠譜就行。 挺好,挺好。 我特別鼓勵, 只要有愛情存在的話, 年齡絕對不是一個障礙和藉口。 所以這點, 通過你們全家人站在這個舞台上, 再也證明了這一點。 而且我特別特別由衷地佩服您, 50歲的時候, 這一定是有強大的愛情支撐的, 我要給這個男人生三個孩子。 一下, 你看老天爺一下給了三個, 多好啊。 真的是冒著生命危險。 冒著生命危險,可以說。 而且我和我婆婆才差三歲。 就是啊。 所以說這個在兩家當中, 這個我絕對是有強大的愛情支撐, 才能找到今天, 所以特別讓人羨慕。 而且我們在一起生活了15年。 婆婆在一起生活了15年。 在一個家庭裡面。 對。 那您也很, 真的。 而且我前任的老公的老婆是我的閨蜜。 就是前任的老婆, 這故事很有發展啊。 現在的老婆是您的閨蜜。 對。 然後你們處得還很濃香。 我是她的正婚人。 哎呦, 你這個女人, 咱倆要下來好好聊聊。 當然。 你看, 她和前夫離了婚, 有一個29歲的一個女兒。 然後呢。 兒子。 兒子。 然後她又是她前夫和她閨蜜。 太太是閨蜜, 她又是正婚人, 而兩家和睦相處。 而且他們每個星期最少要到我們家吃一頓飯。 牛掰。 而且, 現在我的閨蜜是我的手下。 哦。 這個關係, 我覺得中國的現代家庭的模式給出了個模板啊。 夫妻兩個沒有緣分了, 可能有共同的子女。 分開了以後, 互不傷害, 成為最好的朋友。 兩個家人走動起來, 多好啊。 再一個, 我們本來是從內蒙來的朋友又少。 再一個更重要的是為了孩子。 還有呢, 其實我很愛他們。 雖然是分開了, 由於年輕, 四十來歲, 剛有點錢以後, 可能彼此有點膨脹。 但是她在我的生命中非常重要。 漂亮。 這個說得對。 蘇先生也完全不介意你太太, 能夠對以前的家庭, 家人有這樣的照顧。 這個, 其實往往聽到這種, 問她這種話題的時候, 我還是很糾結的, 其實。 因為在之前, 確實是很難闖過這道觀。 因為, 畢竟, 是我覺得都可以理解好這個情緒。 但是你選擇了這麼一個女人, 她就是這樣的。 她就是離過一次婚。 她就是有, 之前有孩子。 那你就是愛著她。 所以你要, 你肯定要接受她的全部。 如果不能夠接受全部的話, 我想肯定走不到今天, 我也不可能有孩子。 你這個想法可以一點。 我特別謝謝我的老公。 沒有, 說得特別好, 所以特別好。 男人一定要有這個大的。 我老公是特別特別的好。 不錯吧, 你看這個。 老公肯定是特別特別的好。 但是聽完整個感覺, 我覺得, 英語是, 你才是特別特別了不起的一個女人。 給媽媽拉拉票吧。 媽媽五十歲生的, 我們三胞胎很不容易, 讓媽媽欣疾吧。 謝謝三胎導師。 小孩都求情了, 所以我一定要率先表態。 我這邊是恐怕沒有辦法過的。 媽媽咪亞最有魅力的是, 這個舞台上要很多女性朋友媽媽們, 一起分享她們的人生經歷和故事。 這是最有價值的。 剛才那一番話全到位了。 一進級的話, 我覺得反而沒意思了。 但是今天我特別高興, 其實我收穫可能比這兩位男士更多一點點。 我發現我可以跟你交流很多。 但是今天這個畫面, 因為我們過過過都不重要了。 到我們交流這裡就很好了。 很多電視機前的年輕人, 看到你們的家庭幸福, 給他們很多的信心和鼓勵。 所以謝謝你們家, 全家出來。 謝謝蘇先生。 謝謝三個寶貝, 非常好。 然後咱們下去慢慢聊。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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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非常棒。 謝謝。